请输入正确的数字 后面有个逗点 VBInformation 这个是指的是一个icon 这个没有关系 然后呢怎么样呢 把游标停在买B上面 那停 怎么样停在上面 这边有个叫SetFocus 什么叫SetFocus 就是游标自动停在 升高那一个储存格 OK那你把这两 这个范围把它复制好了 直接来看 好那来看一下 这边多一个SetFocus 什么叫SetFocus 就是把游标放上去 这个也是之前同学问到 怎么样把游标 放在某一个文字方块里面 因为这样方便 使用者就不用说 点一下 你不要贴心一点 直接执行来看一下 那比如说刚刚的输入 那如果说刚刚输入180 170 OK 然后体重输入是正确的 按确定 刚刚的话呢 是会 error 可是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请输入正确的数字 那后面逗点有个VB information 就是这个东西 如果你有加的话 它会有这个图出来 按确定 这个MyB SetFocus 所以按确定喔 游标就放上去了 有没有 放在跟你讲说 请你改一下这个啦 那你也可以贴心一点 干脆把它删掉 把它这个删掉可不可以啊 你又把它里面删掉也可以 这边170好了 假设失误正确的话 按确定 这一笔就过来了 所以刚刚呢 主要是 为了要防止一些错误 所以喔 那你可能的错误 还不止这些喔 还有更多 所以喔 你可能 就要先预先 要把那个可能的错误 如果说 先把它挡下来的话 那这样的话 你的系统就越坚固 越坚固的系统的话 你的使用者越不会找你麻烦 那这样的话呢 你做 我想你得到的资料 正确性也就越高了喔 OK这里的话呢 请各位试试看 刚刚的话 那两段是在 这个地方 应该找得到吧 往下找喔 这个是全部这边 那你也可以个别啦 比如说 他直接 错的话是姓名 你也可以直接 一个一个慢慢去判断 你不需要整个全部的 这个怎么去设计 我想各位 可以按照你逻辑 去做一个设计 来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喔 所以主要两个 一个是防止使用者没有输入 因为四个都要输入嘛 第二个是防止使用者输入喔 不是数次 而是输入其他的不对的那个资料 那你要把它挡下来喔 OK这个地方 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当然还不止这些啦 还有更多 所以如果你的思虑越缜密的话 当然你将来喔 就越不需要去 去什么修改一些 那个浪费时间 在修改一些 资料的时间上面 因为 基本上 给你的资料 一定是正确的 如果是这样 那就更好 更好 为什么 因为你 直接来的资料呢 就通通是可用的资料 哈 Treaty 来 来 来